2月19日,中广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2016年度大会 继第11届全国电视制片业十佳颁奖大会召开 会上,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毛雨 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罗敬辉 翻别做了主题报告 罗敬辉表示,去年总局加大互联网视频节目的整治力度 出力了150多部内容存在违规的网络剧网络电影 同时,在银速查处的150多部网络剧网络电影中 70%的作品,有一些内容突破了审核的底线 丧失了基本价值的判断和艺术修养 完全以三俗为主 有的篡改历史,有的剧歪曲经典 有的存在节目素材管理不善,恶意营销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